第三屆仰德T LPGA公開賽即將在13號起 於東華高爾夫俱樂部點燃戰火 包括許多長期在外征戰的台灣好手在內 一共有來自八個國家 共101位高球女將參賽 其中去年拿下亞軍的23歲好手謝雨林 上週參加全版搖搖LPGA精英賽 拿下並列73名的成績 在台灣選手中高舉第二 僅次於並列45的徐維林 高強度的國際賽經驗 也讓謝雨林更有信心 畢竟他是最高殿堂 所以我覺得幫助是讓我也在考 就是每場比賽都跟打LPGA一樣 所以我覺得因為那邊實力是 就是有點差別 那我覺得這次回來又更有自信 另外今年三月拿下生涯中旬賽第三冠的 劉依珍雖然是首次參加仰德公開賽 對於東華球場卻不陌生 將全力爭取最高榮譽 又一半在東華其實我對自己還蠻有信心的 因為每次在東華的比賽成績都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蠻有把握的 設定自己的目標大概在-10吧 三天 那希望說可以盡力達成這個目標這樣子 那我當然會覺得說我要贏這樣子 東華球場球道全長6410碼 還有大面積的水塘和沙坑 球道起伏與國嶺推桿挑戰性不小 究竟國內好手能否發揮主場優勢 將冠軍精盃留在自家 歡迎大家13號到15號前往現場 為選手加油打氣 未來體育新聞張建宏李懿涵採訪報導 歡迎大家第二樣 三人 八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